高雄市政府表扬基优基层人员 今年共计有50位获奖 他们都是来自各局处 包括工友、技工、驾驶等 平日执行市府各项任务 甚至超过工作范围的内容 也全力协助 市长陈其迈亲自颁奖 并向这些获奖基层员工 表达最高敬意 今年获奖的50位 基优基层人员 来自市府各局处机关 包括工友、技工、驾驶 测量助理、清洁人员 以及临时人员等 他们不仅执行市府平日各项任务 甚至工作范围以外的内容 也贡献一己之力 让市长陈其迈由衷地赶配 今天50位受奖的我们所有的同仁 都我的了解 都超过应该要做的部分 有一些不管是加班 或者是其实跟你的业务也无关 但是大家都还是尽心尽力的 以民为亲 以民为本 所以我真的是要非常地感谢大家 参集办表是高校市政府 共有8000多位员工 每个人平日心情付出 提供市民优质服务 也期许全体行政团队 能够给予市民朋友最有感的服务 这50位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基层同仁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相信高雄市 作为市政府作为一个团队 其实这个假如说 市民对于我们市府的服务的工作 有肯定的话 真的要感谢所有我们基层的同仁 获奖人员来自各局处 许多都是服务超过20年的基层人员 不仅对于工作保持热忱 也坚信要作为一位好公仆 为市民服务 保持着服务大众的心情 在为民众服务这样子 虽然说这个工作就是都很平常 但是就是把工作做好 不要让长官为我们担心这样 然后为民众服务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动力这样 投入很认真 然后就是把它不只要当一个工作 还要当一个兴趣一样这样子 用这种心态来做 就是会比较好 今年表扬主题定为劳动典范 市长成吉麦亲自颁发奖座给50位基层员工 并且合影留念 期许大家继续发挥所长 坚守工作岗位 打造高雄成为美丽的宜居城市